好的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好 我现在已经在体育场的外场了 距离国足的比赛开始 还有好几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在检票口的地方 球迷们已经把这里围的水泄不通了 包括体育场的外场 已经开始出现堵车的现象 那么提前来到这里之后呢 我们也是找到了 很有意思的球迷群体 赛前我们来问问 他们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些看法 你好 我看到你们是从陕西远道而来的 我想问大家是提前多久 就计划要来看这场比赛 我们一个月前吧 我们已经准备来看这场比赛了 都是从陕西过来的 陕西新啊 那我们知道曾经在2016年的 国足对战叙利安场比赛当中 西安的球迷非常的伤心 那这一次为什么依然选择来到 苏州给国足加油呢 有一句话叫国足虐我千百遍 我待国足如初恋 每一次的伤心 每一次还要来 我觉得这就是中国球迷的一种 对足球的一种念想吧 我看您边上还有一位年纪比较大的球迷 也是您球迷协会的 我们球迷组织的老胡 我可以叫胡爷爷是吗 应该是胡爷爷 胡爷爷您好 我看您这拿着一面棋子是 我看了七十年七十岁 看了五十多年足球 中国队就像我的娃一样 又爱他又恨的地方 又恨的地方 又恨的地方 不过咋要都是永远舍不得他 永远爱他永远支持他 就是爷爷说他看了五十多年的足球 那您这面棋子是 我专门叫做底 天不负有心自然 我心成的私情成 这次私情一定要成 这个棋子是想要给 好的 因为爷爷刚才是用方言说 他希望把这一面棋子 能够交给中国队现在的主帅李铁指导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会在比赛之后替爷爷转交 那最后也想请我身后的这些球迷 我们一起在大赛来临之前 给中国队加油助威 我们会用我们陕西特有的方式 为国族加油助威的 兄弟们 你们在这里好了吗 好 这一刻 我是台人 这一刻 我再到 这一刻 我再到 这里是 中国 这里是 中国 我们的球队 umbles 中国队 与球队一起战斗战斗 与球队一起战斗战斗战斗 中国队要吗 美 tech 现场的球迷非常的热情啊 我这些年国族的队员一直在变 主帅也一直在变 唯独不变的是这些球迷 如果我没记错 四年前我曾经在西安在长沙 在昆明遇到过他们 今天在苏州 我又遇到他们了 那也是再一次邀请所有正在观看直播的球迷 跟我们一起啊 无论你曾经是不是批评过我们的国族 但是今晚大战开始之前 我们一起为中国队加油助威 呐喊国族加油 以上就是我在现场内容 接下来把画面还给我们的北京演播室